少了一千五 我说五千三 我拿了我割了五千了 川说你多割成三百 这个十年少 对了 少了一千五 你说比如一千五 我还说是多少 后来我说不知道找谁 后来他可能我 我没有比较一样 说起十年前 家中的失窃事件 儿媳杜女士至今一脸懵懂 他跟我说有点事 但是不可能 有两个年轻的 不可能是记者的事 就是他最早的第一次丢钱 他问我 最近 您说又有什么 就这个丢钱 哎是 相隔多年 同样的情形竟再次出现 这让婆婆马老太 怎能保持淡定 三礼拜吧 都相对啊 也就是这个吧 就三礼拜吧 丢着这一千二 锁头未动 柜门未开 只有钱款不翼而飞 这匪夷所思的情节 无疑让一家人的生活 蒙上了阴影 锁也没动 钱不翼而飞 不翼而飞还不说呀 还不全拿走 还剩一点 我是五千三 偷一会丢那个一千五 五千三到今儿都还记着呢 五千三呢 偷的我一千五 我还剩三千八 你们算算这个数对不对呀 怀疑的种子 从此在内心悄然萌生 这究竟是误会 还是另有隐情呢 不找 他说你你你 你怎么那么鬼啊 你让我找 就是我让他找他儿子 说就鬼了你了 怎么怎么着的 那个自从你进了我们的家 呃就没好过 那个怎么怎么着 大妈您好 您好 呃您今年有 八十二 八十二了 冒蝶之年了 数码的 哦 儿女有几个呀 四个 一个儿子 呃 老二是儿子 老大老三老四是姑娘 呃 老伴呢 老伴去了 去世三年了 落座第一现场 马老太介绍起家中情况 他说自己目前跟儿子儿媳 共居在一处 而这座院落 则是他和老伴的共同产业 您现在住在什么地呢 我住的是十八里地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你还记得吗 房子是我跟我老伴盖的 自个儿盖的 是在宅基地上盖的 啊 都是您的 都是我的 现在这本上是您的名字 呃 我老伴没有了 是我的名字了 哦 那谁跟你一块住呢 呃 儿子跟我爹一块住 儿子儿媳妇 啊 对 儿子儿媳妇 呃 像个孙女没结婚 孙女 一共是几间房啊 三间 呃 不是 呃 正房啊 四间 交流中 马老太不断提及房子 由此 调解团队不禁推断 难道老人此行 是与房产纠纷有关吗 园里人两小间 不是我 谁盖的 我儿子 那是我没钱 老伴就 就 我一提着我就赏心 嗯 就这么 也不是六百 也不是六十 我就忘了 养活这么些个人 没有钱 没有钱 真的 那您现在住几间啊 我自个儿啊 呃 住着那个 近东头 这么下来这么三间 这么多 他名字呢 后来那个呢 孙女大了呢 就掐上了 他得住一间啊 哦 给了孙女一间 啊 就掐上了 儿子住几间啊 儿子 呃 住那边那两两间 南面啊 西头 哦 西头两间 西头 呃 一个一个 一个住的 一个客厅的客厅 估计理解这个房啊 应该是 他婆婆 跟公公 嗯 两个人留下来的 对 估计让儿子儿媳在这住 嗯 可能给他两间 房子肯定是公公婆婆的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已经说给人两间了 应该是这平房给他两间 对 已经在那个 已经确定给他了吗 因为这个事儿 是不是打过官司 前方记者的反馈 证实了调解团队的猜想 原来为了稀产之事 老两口曾和儿子一家 对簿过公堂 有判决 哦 对 判了两间给 嗯 然后现在 嗯 然后现在是 呃 卫生间和那个厨房是共用的 嗯 您这个房子是都分开了吗 比如儿子那个 他住的你就归他了 没有 呃 后来个呀 一开始我们家和睦这 我今儿个上午跟那俩人也说了 俩人 好 这那一开始 左边就老头这点钱 是不是啊 嗯 儿子就一个儿子 养儿防老吗 对呀 养儿防老 后来个呀 他家老大了脸子 大了撒业的脸子 谁啊 儿子 按照马老太的说法 他的一儿三女中 只有儿子一人常住身边 按理说 他应该跟儿子最为亲近 可真实情况 却似乎并非如此 眼下无论是母子关系 还是婆媳关系 都显得有些紧张 说起自己的处境和委屈 年过八旬的马老太 不由的掉下眼泪 在这十几年里 究竟发生过什么 竟然令双方的关系 这般紧张呢 嗯 就一个儿子 老大的脸子 你们老两口说 咱甭看他脸色了 咱分开吃吧 在嘉宾们的安抚下 马老太的情绪渐渐平复 他告诉调解团队 自己和老伴 原本指望着儿子养老 以前过日子 也是跟儿子活在一起 但最终 老两口的美好憧憬 却被日复一日的琐事 和摩擦打破了 那跟女儿说了没有 后来 说了 说就被这个打起来了 还是说了 你怎么没忍住啊 老两口几经思量 终于决定跟儿子分开单过 可这件事却一直让马老太心中难受 恰逢二女儿来家里探望 看到母亲的脸色不禁追问起来 一家人的矛盾也就此爆发了 这不是 儿闺女火了 火了 进了 我们中间就接两小金啊 那边是他这个门 这边是我这个门对着 这不是就打起来了吗 小说呀 儿子在前边 儿媳妇在后头 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过来了 你骂谁呢 我闺女就说了 指着玩 我骂你呢 就因为这个 上去里打他 我都没看见呢 您报警了吗 当时报警 我报了 报了 眼看着一双儿女的争吵 升级为肢体冲突 马老太只能选择报警 同时 他也将之前丢钱的仪式 再次想了起来 钱后来找着了没有 没有 也没找着 没找 一千块钱 您怀疑 您怀疑是谁拿走了 我怀疑是儿媳妇 她缺钱吗 她不缺钱呢 我又没跟他们要过一份钱 那时候 我在家待的时间长了 她说我在家偷他钱 他那门锁着呢 他那柜子锁着呢 那个钥匙是只有您有吗 不是 我要不怎么丢钱呢 是啊 我这钥匙啊 我全在这东西都喝了 有时候啊 你说 这不是 这这就不 我说 有时候啊 盖着身上 就吊出去 我呀 谁说大的 我有时候洗澡了 我搁在那管上 挂了 我不说啥子 真的 挂了 哎呀 我进来找啊 回忆丢钱的始末 马老太自己也承认 他所有的推测 其实并没有充分证据 但这个差距 却令婆媳之间的梁子 从此深深结下了 我刚才听说您之前这个房子经过判决了是吧 是 就是判决 判给儿子 儿媳妇两间房子 判给了他两间房 我还问那个 那个姐姐的那个 我说还有他对吗 没了 全是你们老两年 是不是老头还在 这个房子 一共是六间房 是吧 四间正房 两间那个院里盖的房 您现在名下 是不是有三间 东边三间是给您的判决 不判决 不是那么判决 那怎么判的 翻个的那两间 我全有证明 都有那些错 判决是吧 啊 翻个的那两间就是他的了 什么些全是我的 全是您的 2013年 马老太夫妇提起诉讼 要求子女们承担赡养责任 经法院判决 四个子女被依法要求 按月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第一开始是起诉他那个 要删决费 要删决费 然后呢 我老公去 跟着去开庭 因为他起诉他 他嘛 起诉 送儿子要删决费嘛 我去 好了那是要删决费 然后法院判的时候 我老公给五百 然后小姑给一千 然后大个小姑呢 是给五百 然后大姑子呢 是给五百 法院是这么判的 我别执行了 然后执行了 然后就是 给他付赡养费的话 是银行账 都有击付的 然后第二次起诉是 同退房屋 就我们在这个地方住嘛 要给他把房子 藏退出来 接近着赡养费诉讼 马老太夫妇于四年 又提起了分家稀产之诉 法院经审理 最终判决儿子一家 拥有院中的两间房 然后法官就问 我们有没有房 我们没有 然后也疼不得 因为我老公偷生 有生在这个地方嘛 虽然是分件了 之前是老的 嗯 分件了 就其他也没进入房 然后生生的这地方 就这样 然后法院判的 还是判的我们这一家 刚好 那现在谁赡养您呢 儿子儿媳妇赡养您吗 不赡养 你也不用它吗 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 给你钱吗 每个月 呃 原先个老伴活着的时候 没说哪儿断的 给五百个钱嘛 老两口都五百 说起对儿子从小到大的疼爱 以及对儿子的失望 马老太再次累失一斤 对他的敬语 调解团队深感关切 并不断劝慰 嘉宾们更是保证 一定会在理清事实的基础上 尽力帮他解决困难 平静一下 我们把事情聊清楚 阿姨我想问您 您是对儿子失望 还是对儿媳失望 儿媳都失望 嗯 儿子儿媳都失望 儿子 儿子怎么 我杀过你 就这么一个儿子 所以儿子小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的儿子 我多教呢 教生官养 弄起来的 就是 您觉得 您丢过是两次钱吗 是丢过两次钱 我这两次钱呢 后一回那个呀 我说报警 老伴儿老多了 一千五是第一次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一千五是最多 哦 最多 那个时候您就怀疑 是儿媳拿的是吗 那会儿听我跟你 又说起来又发长了 对老人此刻的心情 我们十分理解 但要想彻底化解矛盾 打开心结 就必须先将状况不明的疑点 逐一弄清 这也是人民调节 一贯秉持的公平公正原则 所以我就想问您的证据是什么 就你怀疑的证据 他就拿一千五 所以都是您的猜测是吗 就是这两次都是您的猜测 您自己推测出来的 就是 就这么觉得是他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凝据 对了 我没说没逮着人说 我上十八里店我也说了 我就跟着民警就说了 有个小年车的 我说呀 我呀 这都是我的猜测 我认倒霉吧 认倒霉啊 他说回去呀 我让我追你呀 我弄成个监控 对呀 这个主意很好 是吧 阿姨这主意特别好 弄个监控就好了 你们去上那 十八里店跟着警察问问 这么着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 安个监控吧 安了吗 还没呢 是不是干啥的 没有确定 对 然后当时是 儿媳那边 就也是一直否定这件事情 后来家里 只有儿媳那几间房 装了监控 虽然对儿媳有所怀疑 但婆婆的猜测 显然缺乏确凿证据 故此调解团队 也不能妄下定论 大家只好劝解老人 不要因为无端的猜测 而伤害到家人感情 您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 是吧 您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环节 就是说 当事人得说他的诉求 您听得懂诉求这俩字吗 诉求我不知道 就是比如您今天到我们这儿来 您想解决什么事 今天你们给我解决这么几件事 一二三 您有吗 我 比如说一 您要给我解决什么事 行啊 比如说啊 现在就是您这个丢钱的事啊 可能今天我们这个要破案 可能有点困难 只能说呢 再问问儿媳妇怎么回事 了解一下情况 第二个呢 就是您的赡养问题 由谁来赡养您啊 您岁数也不小了 跟我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也有赡养问题啊 您想让谁来赡养你 我不让我儿子赡养我 被问及调解诉求 老母亲不加思索地开口 说不让儿子赡养 这个回答不免令在场嘉宾 感到一头雾水 不让儿子儿媳来赡养 让三个女儿来赡养 三个女儿 行吗 行 要不这么着 我也没主意 要不干我姥姥啊 我这动作就自个这么着 我要不干我动作不了了 就轮着 轮着 三个女儿轮着 三个女儿来儿子 差这么轮着 儿子也轮着 那她是我的孩子 是吧 也不能说是 你什么了 你就走了 你不管了 行 我们该应该赡养的 应该赡养 该尽的义务 就都尽义务 都有个老有个小 不是咱们做人真的 不违背良心 不为了良心说话就行了 真的 原来老母亲的意思 是让子女们共同照顾 不再依靠儿子一人 相应的 对于未来的自身财产分配 老人似乎也有了新的打算 还有呢 就是您这个手里的这个房子 就是给儿子两间了 剩下的 您自个儿拿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不是说过吗 守好老本 守好老窝 您现在这老本守得可以 老窝也得守住了 谁也别给 等您百年以后再处置 这个您同意吗 老窝叫什么 老窝叫你住的这个房子 啊啊啊啊 好吗 好 好 前半年不及 你就给我能处理了也行啊 也处理处理了啊 啊 我还活了多少年 只能拿一份份 您有这个想法是吗 您就是现在您剩这些房子 您的意思要不然就是 谁对我好我给谁 有这个想法没 有 就是你也没有确定说谁养你老 但是您毕竟有了这个几间房 也比较之前在北京 是吧 您有这个什么想法 呃 是想让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就有想法的 想给 呃 想分摊一下 还是 想立个遗嘱 还是 呃 稀产一下 还是说 以后谁对我好 老姑娘对我好 那可能我就给她 谁养我老我给谁 呃 我呀 我也不知道以后我怎么怎么着 万一我迷糊了 万一说他跟他摔的了 还更好 你生的 出罪 他爱是谁 爱是谁的了 嗯 这现在啊 我在了 我愿意给 我已经上这来了 感情那么好了 我谢谢你们 嗯 赶紧给我弄好了 就得了 其实我也生了心了 马老太在此时提出 要分配财产 这到底是应激反应 还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对于老人长远利益的考虑 调解团队当即提出了建议 这个什么方案呢 现在大妈呀 专家只是说 现在了解情况 一会儿什么方案 我们一会儿让专家给你 再出个方案 您今天的这个诉求啊 我们了解清楚了 您的儿子儿媳妇 今天也来了 把他们请上来 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 行 有请儿子儿媳妇 我吓着吧 面对未来的生活 老人似乎做好了 接受巨变的准备 对此 儿子儿媳 会适合态度 尤其是儿媳妇女士 她对婆婆的怀疑和指责 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您是儿子李先生 这是李爱人 刚才在第二现场 应该听到老母亲说的了 我看老人家这个身体 还挺硬朗的呀 挺好的 当初这个家里边 这个走这个法律程序啊 是戏产的官司吗 是谁提出来的 第一开始 是13年 我们带公婆去港澳旅游 然后回来呢 我公公跟我爱人说 说你们每月 也不用交赡养费了 所以你姐姐跟这儿 也没交赡养费 当时我公公是怎么想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听我爱人说 后来我老公跟我说 说那个老爷子跟我说 老大也没交生活费 刚说不用咱们交了 你们原来给五百 三百 一个月三百 现在赡养费 从13年11月份 把法院判下来 要赡养费 我们每月给他五百 就是一直到现在给的 就是这月底 怎么赡养费 这个也走过诉讼程序 第一开始就是要的赡养费 就是 然后每个月给三百 我们生活那会儿 交收入费是给三百 后来公公说不要了 对 公公跟我老公说不要了 我老公说 老爷子说 那个不用交那个 为什么 具体我不知道当时 说我公公怎么想到 儿子儿媳上场后 首先解释了赡养费问题 听起来 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曾一度十分融洽 那矛盾的产生 又是从何时而起呢 老公说 那个儿子老大了这脸 你那段时间怎么了 因为什么呀 工作上的事 工作不是跟家里这个问题 老母亲说 你老天天搭着这脸 以为你跟二老生气呢 原来你们是火着吃 你说二老生气 能带着去港澳吗 是 那时候关系挺好 对 关系挺好 那我们都好那会儿 还火着吃饭 对 后来分开吃了 就从港澳回来以后 然后我公公就说 你们不用交生活费了 说 你姐姐在这住也一直没给 后来我老公公说 老爷子说 老大没交生活费 我说管他交不交 我说咱们还交 我说几人都是三百块钱 现在三百块钱 什么都干不了 那是一三年 后来我们在 我婆婆那屋打麻将 后来我就拿着三百 给我婆婆 放在一个桌角 我说妈 这是这月的生活费 对 然后当时竟是 谁在打麻将 我就忘了 没记得那么清楚 给他三排 后来我婆婆说 放在这儿吧 我就给压在桌角那块 我爬在屋底下 后来给他呢 后来第二天 第二天 后来我公公就 不是第二天 就是一礼拜吧 大概我也记不清了 然后就拿了个钱 说你们不用交生活费了 后来他说 你妈说 想分开单吃 在分开单过这个问题上 儿媳的陈述 竟然与婆婆截然相反 这其中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误会 他们提出来的 对 我说干嘛睡家呀 我说你看您这岁数了 我说您就是 把您得温饱 就吃完了 吃好了 吃饱了 睡好了就成了 我说您愿意 给我们盛口就盛口 不盛的 我们自己做 我跟我老公 我一直就跟我公公 那么说行行 我公公一直说行 后来提分家属 我婆婆 把那三百块钱 可能给我公公的 然后让公公找我 我公公就当时 就有点酷的像吧 他说那个 这三百块钱给你说 你妈说分开单吃 你说为什么分开单吃啊 那 就在我这 拿盘子排 我们在门口就了 我说又不是饭吗 在这里头 我说咱们单吃饭 我这个意思啊 单吃饭的 咱们都不生气了 怎么说呢 我都不看他那脸子了 看脸子 就说老家 看儿子的脸子 可是不好看了 母亲频频指责 儿子儿媳 却叫苦不咧 在这场家庭纠纷中 每个人都扮演着什么角色 我知道的话 是三笔钱的 他丢了 一开始我不知道 是我们在 就是法院判到 中立法院嘛 我们去见那个庭审现场 是我婆婆说 她丢了 她是六千 她说的是六千多 具体的不知道是多少钱 然后后来 她说 就是我偷了 你偷了吗 她说我婆婆 李先生 你那个当时挺缺钱的 听说 现在也挺缺钱的 你拿了没有 我不可能 没拿 我说的教育 不可能做那种事 现如今 老母亲似乎心意已决 一场更激烈的冲突 似乎在悄然酝酿 当时那会儿媒体房子的事 媒体房子 对 当时媒体 就分开吃饭 好嘞 对 如果从前的生活格局 被全部打乱 对马老胎是更好 还是更糟 此番前来 儿子儿媳 又是什么诉求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是知 家里有贼吗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任战敏 任律师你好 今天有什么案件 要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罗某是吴家三姐弟的亲生母亲 他从三个孩子 英幼年起 就一直不履行 抚养教育义务 也不支付抚养费 反而与他人 另行组建新的家庭 并生育子女 在得知三个孩子的 父亲和祖父都已去世 家中无其他近亲属 照料抚养的情况下 他仍然对三个孩子 不管不问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 长达六年以上 三个孩子因此而处于 极其危困的状态 为了保障三姐弟的合法权益 当地民政局向法院申请 撤销了罗某队 三姐弟的监护人资格 并指定该民政局为 三姐弟的监护人 这样的母亲真是太不合格了 对此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生肖裁判认为 被申请人罗某作为 被监护人三姐弟的亲生母亲 及法定监护人 在三名被监护人年幼时 就离家出走 六年期间 为旅行对子女的抚养 照顾 教育等义务 在被监护人父亲去世后 三名被监护人处于无人照看 生活危困的状况下 被申请人知情后 仍待遇履行监护职责 导致三名未成年人流离失所 其行为一 严重侵害了三名被监护人的 合法权益 对于监护人待遇履行监护职责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 危困状态 人民法院根据当地民政局的申请 依法撤销了罗某的监护人资格 考虑到现在的临时照料家庭 能够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安定的生活保障 经人民法院与当地的民政局沟通后 明确三名被监护人由当地的民政局监护 便与其通过相应法定程序与临时家庭完善收养手续 将临时照料人转变为合法收养人 与三姐弟建立起完整的侵权法律关系 这样三姐弟就能获得良好的教育 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三个临时照料家庭的父母也能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判决自2022年5月27日起 姐弟三名的监护人由当地民政局担任 好感谢您 我们今天学习到了 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律师任战敏 冠领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再往前还丢过钱 他说丢了1500还是 钱后来找着了没有 没有 您怀疑是谁拿走了 我怀疑是儿媳妇 家中屡次失窃 活席间的信任似乎被消磨殆尽 我说咱们单识犯的 我那个意思单识犯的 咱们都不生气了 你说老家他儿子的脸子可是不好看 到底是误会还是有人小题大做 双方的关系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 您说是二老生气能带着去港澳吗 是那时候关系挺好 对关系挺好 那我们都好那时候 您是对儿子失望还是对儿媳失望 儿子儿媳都失望 扎根儿在老人心中的失望 今朝能否得到弥补 这家人真正遗失的 到底是金钱还是心情呢 我知道的话是三笔钱他丢了 就我 13年丢过一回 13年那个是我们 就是都在打官司嘛 我们从13年打官司 打了四年官司呢 那个钱去向 那个钱是 一开始我不知道 是我们在 就是法院判到中底法院嘛 我们去见那个庭审现场 是我婆婆说 她丢了 她是六千 她说的是六千多 具体我不知道是多少钱 然后后来 她说 就是我偷了 后来法官说 你这个跟本案无关 你这个应该丢了钱 你去报警 让警察给你解决 这不是本案要解决的事 对对对 说起婆婆几次丢钱的过程 儿媳满脸无辜 她表示 这个指控完全是无极之谈 令她感到了深深的屈辱 你偷了吗 没有 没偷 她是我婆婆 李先生 你那个当时挺缺钱的 听说 你拿了没有 我不可能 没拿 不可能 我稍微教育 也不可能做那种事 其实是在那个 你爱人跟您 说这个事之前 您是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在拍摄手 他说丢了很多次 具体是他哪一年 他也丢钱的 丢多少次是年纪日什么的 我不太清楚 儿媳表示 在最近这十几年里 婆婆似乎多次丢钱 而自己每次都手当其冲 被当作了怀疑对象 我知道的那是第二次 老太太没说 但是我知道的嘛 怎么就你一人在家的时候 这钱丢了呢 我天天都在家 我敲外孙 你觉得这个钱是怎么回事 是丢了呢 还是没丢呢 还是老太太忘了 这个我不确定是怎么回事 你也不确定 所以我主动给咱们台打电话 帮我 你先生你确定吗 我不确定 我不能确定 还是还要什么呢 那钱是不是那天丢的 对 都不能确定这事 您知道吧 他假如我们都拿走十天了 十天后他才数了钱 是这个意思 好 鉴于婆婆的怀疑 没有任何证据 调解团队分析 这可能是成年累月的猜忌造成 而婆媳之间的冲突 也因此被彻底点燃了 另外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说因为丢钱这个事啊 你的姐姐吧 对 还是还有妹妹 对 来了 老母亲可能这一哭呢 他就知道情况了 当时好像就撕不起来了 对 互相撕不起了 我们是修 他的动物 他跟我妈一块坐着 您知道吧 然后他冲着一边骂 他说我骂我这过一过 你骂谁呢 是不是咱们得问问呀 老母亲拉着你 对 或者怎么知道 劝家 或者她帮着 她打我 反正是这样 杜女士你动手了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没跟她接触 你没有那个动手 就是打老金吗 没有 没有 就可能碰到了 怎么可能呢 她追着我打我成 你没还手打老太太 我还这么说 我 我虽然是 我二屏幕不高 但是我不会干出那种事来的 对于跟妹妹动手一事 张先生做出了解释 夫妻俩还当场保证 所谓忤逆老人的行为 他们从前没做 今后也绝不会发生 我感觉你们分心是从 分开吃饭开始的 三年 是吧 但是你们 您和老母亲 都好像欲言又止 又没有说清楚 我不认为 因为你的工作压力 情绪不好 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因为之前关系那么好 到底什么原因 就这点事啊 不如这到现在 确实是那样 嗯 因为今天我们很明确 就是说 老人家特别难过 所以我们要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我妈心里 比任何人心里都清楚 其实是一矛盾了 这十几年的话 这么怎么说呢 这么为难我呀 我觉得也就这样了 因为我改变不了什么 这些 真的我无力改变 提到了母子关系 儿子李先生表现得很无奈 他说同住一个院 母亲的强势性格和种种行为 常让他和妻子吃不消 是不是以前那会儿 您跟婆婆会计还挺好啊 一三年之前特别好 就是去那个啊 之前还关系不错 对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 那后来 然后你就说 不要这个生活费了 是从2013年 从港澳回来 是我听我老公说的 他我公我不想要那钱 然后我说该给就给 不是有三百块钱吗 我每月交那个 给那三百块钱 是给我婆婆 就是法院判的时候 就开始银行走账了 判的时候就是 然后是判了赡养是吗 对赡养 给了赡养费 他提出的就是赡养费 四个子女 就是提出赡养费 对吗 法院判的当时要看那个 工资收入嘛 开证明收入 然后判我们每月给他五百 然后其他三个女儿给 然后大女儿五百 然后二女儿五百 小女儿给一千 法院判决数都有的 然后四个子女来 共同赡养老人 对吧 对 刚才你们说的那个 法院的判决 对于房子的这个 应该是在父亲活着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父亲去世之后 有人提出来要发生继承吗 没有 没有 你们想过吗 我们也没听到 我们也没说这个 没有 没聊过这事 没聊过这个话题 所以你们就是想的很简单 因为是这样的 你们是守着老人的 嗯 所以其他人不在老人身边的 有可能会想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呢 按规矩来说 人家可能会想的更多一些 嗯 你们是比较简单 嗯 未来赡养这块 刚才老太太说了要轮班 你们同意吗 同意啊 同意 但我们没问题 应该人尽的义务吗 你们不想争取一下 说以你们赡养为主吗 那不是 我们想争取到 被赡养的 像我母亲 我妈妈 她同意不同意 是还是回事 如今在儿子李先生看来 他即便是满腔热情 竭力表现 也不过是剃头挑子 一头热 因为现在的母亲 早已看不惯 她这个儿子 你想让谁来赡养你 我不让我儿子赡养我 不让儿子儿媳来赡养 让三个女儿来赡养 嗯 三个女儿 你说就有没有这种隔阂 这隔阂是怎么分家 是因为她分家 我说你去找你儿子 我嫁你儿子找你儿子 她说她儿子开着车呢 我说您觉得他开着车 我说那是我老公 我也觉得他开着车呢 所以要不然就 我老公前脚走后脚 他就给我提分家 两次 然后呢 他就说我说我老公开着车 心里不干净 到时候不安全 看着你老公 那是他儿子 他可能也关心 后来他说你怎么弄鬼 那个你终于呼噜尾巴 落出来了 他说我 这么说的 对啊 后来我说您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当时我们有两个街坊在我们屋 我女儿也在家 如果婆媳之间有这种矛盾纠纷 你这个儿子 李先生你站在哪边了 你是什么立场啊 我站在讲理 你站在理的一边 讲理的一边 你不像人 对 你矛盾咱们说理 心明起头就做着聊 没什么问题都没有 不要胡搅蛮缠 你是说你母亲的吗 还是说你媳妇呢 是说 哎呀 第一现场 儿子李先生欲言又止 似乎眼下的处境 已令他苦不堪言 这个僵持的局面 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点呢 刚才啊 老母亲啊 说了她的诉求了 一个呢 是说不用你们赡养了 让三个闺女赡养 这是一个方案 还有一种呢 你们几个儿女轮流赡养 你们二位今天到我们这来 你们两位的诉求是什么呀 李先生李先说 我说的诉求就是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一家人是吧 有理说理 就不要说比谁的身高 另外的话呢 有没有事摆在桌面上的 您比如说 您对我有什么成见 没问题 我说出来 交流中儿子李先生表示 自己被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 确实左右为难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告诫自己 要尽量从中调和 但母亲若不依不饶 她也无计可施 第一次您是扇养费 没问题 反正判了我给您 第二次您又把我们三口扫地出门 这您要点过了吧 您说我外头没房子 我住哪里 杜女士 杜女士 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是跟你老公一样吗 不一样 你还有别的诉求 我就是想澄清 就是判案 杜女士 对 我唯一是奔这个来的 这是一个 跟专家说说这个经过 看我分析分析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想就是厨房 最好是跟洗澡间 跟它分开用 怎么分开用啊 你有什么方案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厨房跟卫生间 给她打通了 中间一批 一人一半 隔开吗 对隔开 可以实现吗 这不是正在商量的事 还没确定 也没跟她说这事呢吗 相比李先生的苦闷而言 杜女士的诉求 显得更加清楚 她希望能澄清 无端的猜疑 还自己以清白 对婆婆今后的 赡养和生活 她也给出了态度 然后刚才不是也提到 房产这个事吗 还有赡养这个问题 赡养呢 我们尊重老人的意见 她愿跟谁就跟谁 她要希望我们 专一的让儿子来赡养呢 就我们来赡养 尊重她的意见 好的 然后呢 就是房产这块呢 就是 肯定书也没 我没拿嘛 我没想到提到房产这个问题 既然这事话题提起来了呢 解决完更好 真的 好的 使得都是家里人的一块心病嘛 好 李先生 我看你媳妇的思路很清楚 一二三自然说的 很清楚一个诉求 你来对了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法 讲理讲情 是吧 一会儿母亲上来 你就好好的 应该跟她讲讲情 你们当面沟通一下 好吧 沟通至此 儿子儿媳的想法已然清晰 但后续的一切 能否如他们所愿 还要看老母亲 怎么想 怎么说 大妈 刚才您说 那几次丢钱 刚才我也替您问了 儿子和儿媳妇 不是他们 他们没偷 没偷就没 这个行吗 咱们结果就没有 这个翻篇了 翻篇了 让儿子先跟您说几句 他的心里话 让他说吧 你跟母亲说吧 李先生 我说啊 咱们呀 以后家里不敢有什么事 心兵气和的说 咱们聊就聊 面对面的说 不要互相传 这容易变味 我能挑事吗 我压事 我还压不下去呢 就得 这老家啊 就得压事 不能挑事 你说我这么大事 我愿意生气吗 刚才你这个儿媳妇 也表述了 表达了 也想赡养您 您需要她吗 我不需要吧 我不需要 儿子要赡养您 您需要不需要 儿子赡养 我也不需要 为什么呀 要一说的又哭 我尝着那个滋味了 他说我不是叫声乖养的他 刚才您的儿子 他认识到错误了 母亲的心结 似乎一时间 还难以解开 而从旁观察了 许久的嘉宾们 则有很多心里话想说 我这么说啊 阿姨 你们仨现在都坐在这呢 我 说我的看法 第一 他俩不可能偷您的钱 像全国人民 咱们说清楚 咱们不是说 钱过去了吗 听我说 您的意思还是人家偷了 我告诉您 这俩人不可能偷您钱 他说给了您三百块钱 拍在牌桌上 我估计也大概率是真的 您儿子也不可能打您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什么呀 听我说 如果要是他们打您 偷您的钱 不给您摄影费 不符合逻辑 他们俩人在您身边 过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 所以他偷您的钱 不符合逻辑 但是啊 李先生 还有这位女士啊 你们俩人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觉得自己特别有利 你们俩觉得自己啊 哪做的都没毛病 每个人都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你得分什么错 也不可能论 具体事儿 你们俩谁也没错 我刚才给你们俩澄清了 你们俩都对 但是大事上边 我觉得你们俩做错了 想错了 母亲的赡养 她不可能 求着你们俩来赡养 她说不出这个话来 她还有其他子 我那儿有仨呢 仨小棉袄 我干嘛要低头 求着你赡养我呀 这老太太没说这话 她心里我觉得是这么想 但是我刚才跟你们俩说了 你们俩现在是进水楼台啊 往前迈一步 把老人照顾好了 进了校 精神上 这是一种安慰 一种收获 物质上 也有巨大的好处 结果你们俩刚才说 我刚才都没说话 您刚才说那几条啊 一二三四啊 您说要擂个墙 跟她分开 您放心吧 您要是跟她分开以后 那仨乌奶奶肯定上来 所以怎么做是聪明的 我觉得您的二位岁数 都比我大不少 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明白啊 所以李先生 跟您母亲 如果说认个错 红红这个老小孩 我觉得 没毛病 是明智之指 调解团队苦口婆心 希望儿子儿媳能接受忠告 诚心寻求母亲的谅解 同时 针对未来的生活格局 嘉宾们也反复探讨 并形成了完整意见 我觉得分开是对的 因为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女主人 如果这个儿媳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 都觉得应该对方听自己的 这个矛盾就会出来 如果这个男的再没有能力 去把这个平衡好 这个关系 那就一定会有 婆媳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暂时现这样 比如说他们现在 双方都统一把这个公主部分 分割开 如果能实现的话 那就让他分 分了之后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确 我觉得他所有的闹的背后 都是在索取 就是希望儿子还能对他好 在确定调解方案之后 嘉宾们决定 兵分两路 与双方单独沟通 总归是一家人 在没有根本矛盾的前提下 只要能各退一步 自然就会相安无事 实际上啊 拿他当个老小孩 对待就可以了 你要做不到是吗 我真做不到 我不是做不到 你能做到吗 你要让我去做 我应尽的 我应该做的 我可以做到 你让我做 没心的事 我真做 人俩挺懂事的 人俩上来就说 没人养我们养 我们没条件 你这样这么说 我也不用这样 反正阿姨您就 您就这样 就是平平静静的 做个慈祥的老人 有啥事呢 把心里话说出来 别憋着 别异断别人 他就是偷我钱的人 这些都是没根据的 没根据的 只会让您心里不开心 我知道 或许是嘉宾们的诚恳态度 令双方有所触动 母亲和儿子 都渐渐敞开心扉 倒出了心头苦水 能证实问题的存在 或许就是他们 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你现在即使说 今天走到这一步 我们说分开 说分开生活 我的意思 就给你的建议 因为毕竟老太 现在你头脑 现在还是清醒的 他随时是可以写东西的 他心里肯定是有你的 你不要说说 你总是针对我 因为他对你 保护相似最大的 放轻松 咱们不较劲 不生气了 谢谢你闺女 不谢 谢谢 不谢 真的 谢谢你们 哎呦 我可盼到这个地儿了 听双方不断倾吐心声 嘉宾们的心情 时而惆怅 时而沉重 马上 一家人就要再次同台 面对彼此 他们能否解开心中的欲解 重归于好呢 我们刚才通过双方的沟通啊 其实现在根据双方的诉求来看呢 可能大家现在都想缓和一下战时的矛盾问题 刚才老母亲也同意 因为之前判决也判了 把我们的这个房产呢也分开了 现在唯一共用的部分就是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问题 可能会经常的打交道 或者是谁用谁先用的问题 这些都产生一些矛盾 双方也同意说 在现有情况下能实现的话 把它先隔开 比如说这个两边分开 一人一半 平米术和结构都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以先这么做 但是呢 我们给这个李先生和东女士的意见 就是既然分开也没有问题 但是老母亲毕竟现在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确实是需要善养 即使分开了 但是你们作为儿子儿媳 对母亲的赡养义务仍然是不能减少的 可能还会比以前更多 这个你们两位认可吗 认可 也就是分开 即使说我们这个公共面积分开之后 可能可能这个接触的机会不多 但是该赡养 比如说老母亲做个饭做个好吃的 我该送还会送过去 是不是能做到吧 能做 没问题 儿子儿媳的表态令人感到欣慰 嘉宾们也趁热打铁给出了更多叮嘱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双方都同意这个方案的话 可以实行 但是做儿子儿媳 该尽的赡养义务仍然要尽 好吧 我觉得傅律师在法律上解读的很清楚 如果说人生如戏的话 男人要扮演这么几个角色 一个是为人子 为人父 为人夫 那这个要扮演好这个角色 光耿直不行啊 他需要智慧 需要策略 刚才一文老师手把手地教你 我觉得你应该深有体会了 好吗 我跟儿子说一句 有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咱就用这个方法 加和万事兴 确实是加和万事兴 在您这么大年纪了以后 越来越需要人 需要照顾 还是儿子儿媳妇在您身边 您比较幸福 这个赡养老人的义务是责无旁贷的 是不可能卸下来的 所以呢 我知道您的难度 但是呢 刚才张老师说的非常好 方法是最重要的 他在跟您发生争执的时候 如果您陪着他 那只会是越来越乱 但是如果您换个思路 我抱抱他 你说的对 可能就会不一样 这个是个规律 也是个方法 而且我跟您这么说 我虽然年纪小 我也试过 是管用的 所以呢 希望您从我们这走出去之后 能够不白来 以后跟母亲的相处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智慧 调节至此 也许明眼人都能看出 在他们家里 其实并没有什么贼 若真有问题 那也只是亲人间的猜疑与误解 我觉得专家说的都挺好的 虽然老母亲说现在暂时不需要你们赡养 但是不是你就没你们事了 赡养老人是法定的义务和责任 什么时候老母亲需要你们大把手 你们义不容辞 好吧 别等老人百年以后后悔 说我当时怎么没有尽善 尽孝啊 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好吗 对专家的解读李先生你同意吗 同意同意 杜女士 其实我们一直在赡养她 老母亲 你同意吗 对于专家的解读 我同意咱们这的人说的这话 我特别同意 我每一顿找这么样的好人家 这样 李先生您还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其实刚才台上的时候 包括私下我都跟你聊了很多 我觉得其实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有些可能很无奈 有的时候可能您是家里边唯一的儿子 这个也比较了解母亲 可能我们专家的意见 你可能心里觉得 有可能会很有难度 但是我们也讲了 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态度的转变 其实从你的心态上来讲 还是要有转变的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我们今天的调节就到这了 谢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短暂的沟通 或许不能溶解所有兼兵 但亲情的曙光却已再次眷顾了他们 希望今后 儿子儿媳能更多体谅母亲 让老人家安享晚年 也希望老母亲能放下芥蒂 重新接纳自己的孩子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冠领律师在线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任战敏 任律师你好 今天有什么案件 要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原告郭某起诉被告吕某 要求离婚 并以双方没有共同生活过为由 请求法官裁礼 两万一千二百元 被告吕某承认 原告郭某所说的都是事实 也同意离婚 但他以自己是原告明媒正娶的妻子为由 不同意返还彩礼 既然是明媒正娶 为何没有共同生活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端倪呢 听审中 原告郭某诉称 自己与被告吕某是惊人介绍相识 因双方都到了结婚年龄 就在双方父母和媒人的操持下 匆匆订立婚约 又过了一年多才勉强登记结婚 在此期间 他先后给夫女方彩礼 共计两万一千二百元 在结婚仪式举行后 双方没有夫妻感情 所以一直没有共同生活过 对原告的陈述 被告承认是事实 但他认为经过婚姻登记 自己是已婚的身份 所以即便离婚也不同意返还彩礼 而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郭某与被告吕某相识四年来 确实没有共同生活过 从相识到结婚这段时间 被告共接受原告彩礼 两万一千二百元 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散了也罢 最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法院最终判决如下 一准与原告郭某与被告吕某离婚 二被告吕某于本判决出生效后 十日内返还原告郭某 彩礼一万四千八百四十元 三被告吕某的个人财产 归被告吕某所有 四博会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 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 法院如此判决是基于什么考虑 依据是什么法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 当事人请求返还 按照封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却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几夫导致几夫人生活困难的 本案是用上述第二条的规定 也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但却未共同生活 返还彩礼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本案的审理结果也依照了上述规定 另外 南方最终只拿回了 一万四千多元钱 这是因为财礼应返还多少 目前还没有明确法律条文 对此进行详细规定 一般情况下 是根据双方婚姻关系维持时间的长短 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 好 感谢您 我们今天学习到了 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律师任战敏 冠领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